最强寒流来袭新北市灾汉应变中心已经启动低温关海防寒应变机制 新北市长侯友宜除了在21号晚间带领市府团队进行街友关怀慰问 22号也到了板桥关心独居长辈 贴心贴宁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强烈寒流来袭新北市灾汉应变中心启动低温关怀防寒应变机制 21号晚间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市府团队进行街友低温关怀慰问 结合了社会局新北市街友外展服务中心 警销单位区公所资工队以及体育局等等 前往新庄体育园区夜访街友 力券街友入住到中途之家 或者是到与市府有签约的旅馆赞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另外在22号中午则协同的社会局局长李美珍 消防局长李清安和板桥区长陈其震等人 前往板桥区观光街关怀独居长辈 那跌倒我们有那个警报器一按 那就可以保全人员就会及时来了解状况 那至于我们装了红外线的一个移动感应器 如果长时间没有移动 那红外线就会发出信号 那保全人员也会到现场来看 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有志工 在下午或是会来送餐 那我们长照服务员早上 或是时间上他都会来给他们表示关心 全台温度一路下滑 预估2324号是最低温 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表示 已经启动低温关怀防寒应变机制 动员了各区公所、志工团队、里长等等 主动以电话或前往关怀提供各项预寒保健资讯 关心长辈的健康状况 如果有状况都可以透过紧急救援系统 呼叫中心保全或119求助 也再次提醒民众要做好保暖工作 注意身体状况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